你是被焦虑绑架的年轻人吗? 总觉得别人的生活自己过得好 比如这样的生活 专业营养师科学配比 精心搭配每餐食谱 资深教练员亲情受教 量身定制锻炼计划 因材师教学习深造 护卫常见响车云霄 在最浮躁的年纪 前往远离城市喧嚣的地方 当代年轻人的生活 原来还可以这样 我叫陈淑杰 一个经历了义务兵士官 再到军官的火箭少女 哦不 女兵 加入东风快递 每天都在过别人的生活 清晨 高配的教醒服务 高效制应你的拖延症 洗脸 刷牙 看着镜子里自己白白净净 没有痘痘的脸 还有这乌黑茂密的头发 老年任何作气 真香 天气不错 拥抱自然 舒展筋骨 走 训练呢 不仅能强身健体 更能愉悦心情 食堂在我心目中 是精英排行前三的地方 走 干饭 拿起不锈钢餐盘 干饭的号角 高亢又响亮 今天的饭菜有 这个不错 这个我喜欢 不吃饱怎么用力气减肥呢 只要我运动量够大 肉肉就追不上我 真的地告诉你 经营里没有周末 我说的是 真正的周末 篮球赛 演唱会 虚拟VR游戏 军营生活 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单调 拒绝误解 对我们女编的看法 也该改变了 柔柔弱弱的女孩子 有什么能让你怕的呢 我会格斗 会实弹 体能叫板男兵 我只是个 脱脱脱脱脱的小仙女 你说对吧 走下训练场 穿上便装 军营外的我们是这样的 理想化的二十多岁 应该怎样度过 我的回答是 我庆幸 我的青春 是穿军装的样子 每个人的一生 注定都是不平凡的一生 到轰轰烈烈 小栋乾坤 我见过最绚烂的烟花盛会 要脚踏实地 稳步向前 我的身边 有一群志同道合的 东风快递员 身披戎装 手握钢枪 坚守战位 祖国有我 东风快递 使命必达 青春年华 我在火箭军等你